出席街派活動 行政院長蘇貞昌仁來到桃園 外界分傳內閣將改組 隔魁人選點名桃園市長鄭文燦 是不是任院長這樣回答 被問全城聊得少 喊話不理 但借著離場的路程聊了幾句 隨著內閣改組聲浪不斷 30年最大規模秋鬥6萬人上街 遭解毒秀出民進黨 2018年大敗氛圍 施政民怨四起 院長難道不用負責嗎 對於人民不管多不管少 不管怎麼樣子的訴求 政府都非常仔細的聆聽 那對於昨天很多訴求 那我們部會都已經有一些回應 多出進口牽制新聞自由 政府IP倒行逆施 蘇院長卻官話繼續要部會盤整 說白了甩鍋下屬 連總統蔡英文在中常會說的 和人民溝通也點名在野黨不給機會 希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要再阻擋讓行政院長上台 來對人民報告 人民就更容易知道 不願回應訴求 蘇貞昌面對雜音 在黨內卻顯得鼓裡無緣 總統看似將計就計 面對民意反撲 院長下台也是早晚的事 記者楊綺浩 魏文軒桃園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新聞報告